29岁年轻小伙竟然对69岁老奶奶实施侵犯 年龄相差整整40岁 当老奶奶报案时 警察却纷纷嘲笑 完全不相信老奶奶的话 世人的目光 证据的不足 恶人的恐吓 孤立无援的老奶奶又该何去何从 在69岁这个阶段 老奶奶本该儿孙满堂 但她的丈夫早逝 女儿与她性格不合 年迈的奶奶只能独自生活 不敢去打扰女儿的生活 然而 与其他老太太不同的是 奶奶每天打扮时髦 经常会锻炼身体 看上去年轻的像个小姑娘 可在最近 奶奶的肩膀有点不自在 于是她决定去熟人推荐的医院护理一下 护理师是一位年轻小伙 一上来就疯狂赞美奶奶的身材 但随着时间推移 她的言语和行为变得越来越放肆 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人 奶奶试图回避 但噩梦仍然发生了 奶奶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遭遇 久久无法平静 她无法相信这种事情 居然会发生在年近70岁的自己身上 起初 她因为自己高龄还遭遇侵犯而感到难以启齿 不好意思说出来 选择了隐忍 但在每个晚上 当她一旦闭上眼睛 脑海中都是那天的噩梦 内心的压抑使她备受折磨 她决定向好朋友倾诉 好朋友认为奶奶作为受害者 不应该让恶人逍遥法外 而且勇敢站出来 逼法追究对方的责任 于是 在朋友不停地鼓励下 奶奶来到了警局报案 然而 现实却充满了曲折 在长时间的排队后 由于没有提前写起诉书 她被告知必须先写起诉书 然后重新排队 好不容易终于轮到奶奶时 警察听完她描述的事情经过后 由于她的年龄和年轻人的年龄相差40岁 警察们纷纷笑出了声 认为她是来警局开玩笑 尽管如此 他们还是得按照规矩来查案 警方开始进行了调查 发现这位年轻人是医院公认的好同事 备受大家的好评 而且家里还有一位怀孕的未婚妻 当面对老奶奶的指认时 年轻人毫不慌张 有嘴滑舌地推翻奶奶供词 声称和奶奶相识已久 自己的工作都是奶奶特意引荐的 而且在那天明明和奶奶是你情我愿 直接倒打了奶奶一耙 老奶奶被气得头皮发麻 坚称她之前根本不认识这位年轻人 并且解释自己之所以会去那家医院护理 是通过一个护工推荐的 不仅如此 她还出示了当天穿的贴身衣物 虽然上面确实有残留物 但这依然无法证明奶奶是被迫的 毕竟这种案件 被迫和主动不好界定 或许警察是为了找到突破口 不断向奶奶询问当时的细节 具体是怎么开始 中途花了多久 然后又怎么结束 难以启齿地回忆不停刺激着奶奶大忙 很多时候这种行为看似是在帮忙 实际上是对受害者二次侵犯 与此同时警方通过调查 发现了一些和奶奶供词不一致的地方 奶奶口中的护工根本不存在 更雪上加霜的是 年轻人也没有被拘留 第二天仍然正常上班 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两人的陈述相互矛盾 案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莫非老奶奶是年纪大计错了 警方随即找到了老奶奶的好朋友 嘱咐她有空的话 带奶奶去医院做一下检查 看是否患有老年痴呆 朋友听警察这么一说 这才回忆起奶奶最近有奇怪举动 比如穿不同颜色的袜子 时髦的有点超前 而且警方他们在超市监控里 发现奶奶曾经和年轻人 一起在超市对话的画面 可奶奶一直坚称她从未见过那个年轻人 第二天 警方打来了电话 告知他们法院驳回了上诉请求的消息 理由竟然是年轻人不可能侵犯老年人 更难受的是 奶奶仍然受到那天的噩梦的折磨 变得异常敏感 甚至背在游泳池里被小孩不小心碰了一下 她都会吓得魂不守舍 她的朋友看着日渐消沉的奶奶 既心疼又无奈 决定带奶奶追求公道 她找到了那位年轻人 试图劝说她自首 但年轻人对奶奶的惨状完全不在乎 表示坚决不会自首 这把朋友气坏了 和年轻人引发了激烈的争执 结果不幸出了车祸住进医院 朋友的儿子是位律师 本可以协助奶奶上诉 但他没有伸出援手 反而让父亲不要多管闲事 让老奶奶赶紧放弃 丢死人了 奶奶感到无法理解 为什么在一些旁观者眼里 错的居然是受害者 在这一切的背后 警方也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如今好朋友也因为他受伤 为了不再连累朋友 奶奶从他家里搬了出去 随后重操就业 当起了护工 以维持自己的生计 尽管面对世俗的冷漠 他没有低头 坚决要让恶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为此 他回到了曾经工作过的医院 试图从同事那里 获取有关那位护工的信息 因为他不明白 为何警察之前调查说查无此人 然而 通过同事他才了解到 医院是把那个护工隐瞒了下来 因为他没有从业资格证 当初聘用他 就是为了减少开支 害怕受到处罚 而且奶奶也确实记错了 推荐他去护理的不是那个护工 正是他眼前的同事 老奶奶连忙请求同事作证人 可是那家医院院长是同事亲戚 他并不愿意为了奶奶大意灭亲 不可能站在奶奶这一边 奶奶失落地转身离去 就在这时 他的丝巾被封刮掉了 同事捡起来叫了住他 这似曾相识的一幕让他想起了 之前在超市 年轻人帮他捡了丝巾 他出于礼貌打血 所以监控里两人看上去 就像两人认识一样 回到家后 警察居然上门主动帮忙 希望奶奶可以和年轻人当面对质 但奶奶清楚 没有证人一切都是虚的 而且一直以来 人都是有先入为主的思想 结果怎么折腾都是一样的 接着 老奶奶对警察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 警察无言以对 事后 朋友再次找到奶奶 鼓励她不要放弃 表示会陪她一同对抗 让奶奶别再漂泊跟她回家 奶奶不愿意拖累 毅然决然拒绝了朋友 但她明白朋友说的是对的 她不能轻易放弃 于是 奶奶拿出了起诉书 准备继续追求公道 第二天 奶奶找到了年轻人的未婚妻 想向她揭露年轻人的罪行 让她认清渣男的真面目 可当她看到未婚妻大着个肚子 还有未婚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奶奶心软了 不忍心让单纯的未婚妻面对现实 默默转身离开 再回去的路上 奶奶没拦到出租车 反而遇到了回家的年轻人 这是两人在那之后的第一次见面 她立马猜到奶奶去了她家里 不停辱骂恐吓奶奶 如今的这副嘴脸 和世人面前的暖男大相径庭 而奶奶作为受害者 只是站在她面前 什么都不用做 就能让她原形毕露 她一把抢过奶奶的背包 把东西都倒了出来 不停翻找里面的起诉书想要毁掉 奶奶表示里面并没有识 她试图搜奶奶声 就在这时 年轻人的手机铃声响起 她神色慌张 如果让她岳父知道她的恶行 一定不会让未婚妻生下孩子 她一直梦想的孩子就没有了 这个家只会支离破碎 年轻人感到一阵后怕 把错全推到了奶奶身上 还说自己明明给了她快乐 奶奶忍不住说她是畜生 这下彻底激怒了年轻人 她质问奶奶是不是想毁了自己的人生 奶奶嗤之以鼻 表示人生哪有那么容易毁掉 她要让年轻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无法解脱 年轻人面不争鸣 对奶奶破口大骂 接着一把将奶奶推倒在马路上 开车离去 奶奶艰难地爬起身 收拾地上的物品 看着日记本里放着的女儿照片 陷入了沉思 在回家路上 奶奶想起一位好心人的忠告 趁如今还清醒没有痴呆 多去看看自己的亲人 于是 奶奶鼓足勇气来找女儿 对女儿露出笑容 可眼前的人正在打电话 没有注意到自己 她失落地按了一下钢琴键 女儿顺着声音看过来 两人对视片刻 心寒的是 女儿没有认出自己的母亲 奶奶失落地转身离开 女儿立马叫住了她 正以为是女儿认出她时 不料女儿说的却是欢迎下次光临 奶奶落寞的背影让人心疼 回到家后的奶奶 决定用自己的方式 对抗世俗对她的恶意 把年轻人的恶性 还有自己遭遇的一切 写在了洁白的纸上 并复印了无数份 然后老奶奶抱着这些纸 一步一步走向医院天台 接着把纸留在上面 让这些纸随风而去 这不隐天的结局 施暴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受害者勇于对抗 可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 曾有一组统计数据 但无从考证准确度 仅供大家参考 每十起被侵犯事件中 只有一起主动报案 而每一百起老人被侵犯事件中 只有一位老人会选择报案 这是为什么呢 这部影片中 唯一一位报案的老年受害者 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 报案时 警察问她确定没有老年痴呆吗 在游泳馆 中年女人把她当作话题讨论 都这个年纪了身材还这么好 司机面对老年痴呆的 她破口大骂 不长眼睛 就进棺材去死 就连一起共事多年的同事 说她这把年纪打扮时髦 完全不像是一直干活的人 最恶心的施暴者还说 都这把年纪了 我侵犯你 是看得起你 整个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固有印象 歧视 以及偏见 都是发生被侵犯事件后 对她的二次侵犯 在世俗的眼里 老人是最不具备信吸引力的 常人都会合理化自己的各种行为 即便是勤于自省的人 也未必有勇气面对自己最真实的情绪 和最实际的困难 现实中也有许多类似的案件 为什么现在许多人 会为了施暴者找借口 试图洗白让她的犯罪合理化 还把过错强行施加在受害者身上 还有许多人对老年群体的偏见 请记住 他们也是年轻过的 而我们终将老去 希望给彼此多点善意和宽容